而且連這個聽說英國都在兵推共軍攻台 這些標題看起來嚇死人 可是我們來到又期的節目 我們要講這一個標題裡面的真實內容是什麼 先剛才講那個夜航 事實上解放軍的戰鬥機在夜間航空 以及不同的整合能力一直有問題 他公佈那個影像 2018 17就有了 2018 17就有 現在還在公佈 那個在新疆啦 那最近發生的是他們長期騷擾我們 比方說在這個區域 這一次大量的殲-10 殲-11還有殲-16穿越這裡 那有人說進到我們有兩個進航區 就是我們的軍機的訓練基地 事實上這個圖像跟真實的距離還有點距離 那不管飛彈追瞄我們在空機的跟肩 這個部分還是壓制得住 那也符合美軍的代表團在去年底來的時候說 台灣在戰術的應對上還游刃有餘 大概就是這種行為 那萬噸的就動物級的經過宮古海峽到東部 他最近的操演長將這裡 所以台灣必須要以前就是面向中國方向防衛 現在要強化東部的防禦 不管是反艦飛彈 防空飛彈等等 這些東西 不過我記得定位也有特別提醒 就是我們國軍要做出這個 反制的這個要更積極 對 因為他在限縮你 他現在從西南空域 或者東北角相關的東西 一直限縮你 那代表什麼 你要知道在軍事上 距離不是代表距離 是速度決定距離 當他越來越迫近的時候 你反應的時間越縮短 那危險就會提高 跑到頭的戰鬥機是五分鐘待命 你拉起來之後 你面對敵機的距離有多近 或者時間有多長 那個都有影響 所以現在中共的做法是 我們英文叫Sophisticate 他把你窒息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反制這個作為 當然要有相對的做法 我待會會提到 那美國的智庫CFR他說 台灣已經連續三年 列為全世界潛在危機最高級別 這是事實 因為中國的威脅一直增大 中國的威脅 以及中國不遵守國際規範 以及中國對周邊鄰國 都有主權領土的爭議 對東海的威脅 對台灣海峽的威脅 對南海的威脅 中印邊境的威脅 這都是可能的衝突點 所以這些衝突點 你如果拉大的空間來看 中國是共同的威脅來源 對 那CFR把這個列在這裡面 特別是指出印太地區 中國的威脅論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來了 剛才講的英國的兵推 這個負責 他提到這個人叫做莫亞特 他其實是其中一個 他在12 就沒有兩個禮拜前 12月23號 他把他的非機密等級兵推 投稿到我們叫外交政策的期刊裡面 他裡面講到說 他裡面推演就是 中國決定對台動武 然後在沿海集結兵力 一個月的時間 事實上大概有兩個月 好就算他一個月 那這當中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談判 可能沒有結果 美國派團調停沒有結果 然後習近平可能會打 但有一百六十公里橫在那裡 所以他會 中國會耗損相當大的兵力 也未必可以得勝 但是呢 當他要發動戰爭的時候 美國尋求聯合國 尋求國際奧援 自己要不要直接出兵 還在猶豫中 他的兵推到這裡就停了啦 所以基本上 這個兵推參考就好 可是同一個外交政策裡面 提了三個人 第一個二零四九的伊斯安 這我朋友 伊斯安來台灣都會去我辦公室 伊斯安寫了一本叫做 中共攻台大解密 他提了兩件事情 剛好對應這個莫亞特 莫亞特說 美國的猶豫是因為 在國際上台灣的地位 對出兵有疑慮 伊斯安長期研究 中國的問題 他寫出中共攻台大解密 我簡單跳到結論 他說中國攻台 這個是一個史上最難度最高的作戰 中國會輸 但是雙方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對 以及中國對台 在台海動武 沒有國際法的依據 所以他反而對應的莫亞特說 其實對台武力進攻 是中國沒有國際法的依據 甚至於連發射導彈 都可能會引起國際的重大反彈 這是伊斯安 另外同一個這個外交政策裡面 還引用很有名的 美國軍方支持的蘭德智庫 蘭德智庫這一位叫做裴卓斯 裴卓斯他的結論是說 裡面可能把中國的意圖 跟中國的能力混淆了 中國意圖在2027年前武力犯台 可他的能力是不是達到那裡 未必 未必 就他能力跟意圖 因為這個兩棲登陸各方面 他有提到這個 另外呢 還引用一個倫敦大學 中國研究所的所長叫曾瑞生 曾瑞生他說呢 他的看法跟蘭德差不多 他也認為中國雖然不斷的加強軍力 到2027年具備有相當大的威脅 我們也要承認這一點 中國的國防力量是在提升 但整系統就整個組織 整合起來的力量還不夠 唯一讓習近平決定要動武的是 成本如果可以接受 他就會動武 反過來講 台灣如果讓中國認為成本高過他所能負擔 甚至會失敗 習近平考慮到自己的位置 他要不要動武 還要多想一想 那這裡就有兩個事情 一個叫做 這個其實是中國環球網 環球網寫的 然後被台灣某個媒體記者拿來用 說共軍要來打台灣 台灣要全民皆兵 陳思惠向戰 然後台灣呢 我們上次不在你節目講 美國何准賣了我們火山那個布雷車有沒有 你看買地雷了 要埋在都市的巷子裡面 要浴血奮戰 大家一起完蛋 在搭敗中國國民黨的吳思懷講 哎呀中國打過來 我們台灣就全部都廢墟了 哎呦真假 我坦白講這個叫心理戰 中國要威脅台灣 你就不要打了 直接投降就好了 我講他錯在哪你知道嗎 上一個禮拜我們節目都講了 美國批准最新的這一個火山布雷車是什麼型 沒有人員殺傷雷 是反坦克地雷 是用在灘頭快速布雷 阻止中共登陸的 那他把他講在說 是放在城市巷子裡面 我就說 這黃球廠是沒有讀書還是怎麼樣 但巷戰這個部分叫做國土保衛戰 我們這一次的兵力結構改革 就是從從城嚇阻 也就是說源頭打擊 讓你集結有困難 當你要渡海來台的時候 在港口 在那160公里的航程當中 一層一層把你打掉 到最後你會剩多少人爬上灘頭 我們攤頭還有布雷車還有守備部隊 國土防衛隊 那你如果成功登陸之後 你還要第二周波再運補過來 你還有多少 那就算進到我們城市裡面 我們將來的國土防衛部隊 守備部隊就會在城市裡面 守護自己的家園 是那個權勢才對 那這個援火打擊 他裡面另外一個媒體寫的說 哎呀中國可能會效法 烏克蘭這一次就一直用導彈射台灣 然後讓台灣人呢 這個士氣受挫 不想玩了就直接投降了 坦白講 烏克蘭戰爭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導彈沒辦法征服一個國家 俄羅斯導彈打到現在幾乎都庫存都沒了 對都快打光了 打完了 然後自己阿兵都在豪溝裡面 打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豪溝戰 凍死一半 爬起來被炸死一半 然後剩下那四分之一 投降之前還被自己人打死 就是說援火打擊確實會有破壞力 但是隔著海峽發射導彈要摧毀台灣 擊敗台灣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況台灣的反導彈系統 反導彈飛彈 不管是愛國者 烏克蘭現在才拜託要愛國者 愛國者2 愛國者3 愛國者真誠行 天攻1 天攻2 天攻3 還有大大小小所有的導彈 台灣的防空能力 反導彈能力 是烏克蘭不能急的 而中國當然會威脅我們 中國的導彈當然也有殺傷力 我們希望他想清楚 但是想要援火打擊 讓台灣投降 結果原因 台灣的意志力催貌就沒有了 所以這整個這樣看起來就是 中國有拉高對台的威脅 但他能力國際上認為說 你的能力不足 發動這樣的攻擊 反而會影響中國自己 而他的威脅又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 越南印尼一直到印度 同樣感受威脅 所以當面對一個國際麻煩製造者 一個這樣的壞鄰居的時候 提升自己的能力 讓對方的成本提高 才是真正的必戰和平之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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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